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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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觸手無策 不知道怎樣處理 就可以來問我 拿一些意見 我就根據我的傳承 古印度的廢陀醫術 和中國的速遊科 加上我們佛門的醫術 就個人那幾十年的心得 儘量給一些意見 它怎樣去調棄自己 希望能幫到人收 我們不收錢的 不是說那麼復老 因為你用科醫術 收錢不靈 最大件事是這樣 等於你幫人看風水 指點人迷津 收錢就不靈了 當然你要掛牌那些就另類了 是不是 但如果真的有功夫的人 他就不需要掛牌了 譬如你懂得看風水 千塊算命 微卜才知道我需要掛牌呢 我看看明天我股市的指數升跌 研究啦 不要說說要種落彩啦 是吧 不要說要看哪些馬爺這些網上啦 一種落彩和馬那種呢 是彩數來的 不是運來的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 他一定要開的嘛 他們買落彩他一定有開號碼啦 那你開號碼中呢 不是你有運 一定會有人中 是你的彩數 彩數和運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的醫術呢 絕對不可以收錢 但如果我收你錢呢 就會收很貴啦 譬如有些人 我知道他很有錢 但那個情況比較重 他要做一些大的事 那靠他自己做的 譬如捐錢去內地送書 那我給中國那些有關單位 有這個提供服務的 那你自己付錢去送了些書 我就出手幫幫他 如果一般來說 我們個人不夠得 他會減輕那個功力 即是涉及了有外面的利益教育 我的醫術就不靈了 幫人不到不僅僅 自己還會有損失 這個都挺奇怪的 即是這個宇宙好像有一個很厲害的 第三者在看著整個法界 所以西方世界的宗教說有個神在這裡 他們沒有說錯 只不過他們就更加神化了 人類未知的那種力量 但是我就知道一點點了 那個規模 那個運作 其實是說這個宇宙 我們本身整個人體 就在一個流離的世界裏 一塊鏡在一個水晶球裏面 你的心想問題 你做一個行為 全部就有記錄在那裡 那他記錄了之後 他就根據他整個宇宙 這個水晶的物體 他自己去主動起相應 他不是有人跟你計數的 即是說是他自己運作的 一如是因如是果 你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那麽有些果佈 就是那些果實 有些是遲些有 有些是早些有 譬如他很快開花 那些就叫花佈 有些叫現世佈 有些叫現限佈 那些叫花佈 開花就快了 結果那個果就比較久了 有些是結不了果的 所以這個 如果你知道這個宇宙 我們知道一點點 所以變成我們都跟著這個宇宙的法則 那麽強調 叫所有的學生 只做好事莫問前程 你不用理它 交給那個大宇宙 只要你 你收的福報 就是你做到一隻碗出來 再水 那麽就自然有水下來的了 你不用幫人搶我 因為你搶桶水回來 半小時就被人搶走 半小時就被人撞一撞 整桶水倒捨 或者我捅一下流水 所以人生有時就不可強求 但是個人爭取去發揮自己生命的本能 就要比較鞭策自己 那種不是強求 也說你不要浪費自己的生命 你做人事就聽天意就好了 那麽昨天我就回了去天后康復天地 我們那個地方叫康復天地 門口有兩幅很漂亮的佛畫 掛在這裏 那麽很多台友 走來請心經 很踴躍 那我在這裏就要補充一下 譬如請了心經的人 最好你在坊間找玻璃鏡譜 用最便宜的方法 傷了它 他們會傷的 好啊 如果你不找玻璃鏡譜做 我又有個學生 他用了三十元就傷起的了 他就過了膠 那我就找四條木方仔 鋪在一塊板上 自己設計藝術東西 掛起它 封劍尤人 雙方的玻璃鏡 在國內深圳商 就圍到兩百元 整個鏡架連框 就不用表的 他找東西托一托底的 在香港就四五百元 那你就找一些 比較偏僻一些的玻璃鏡譜 如果在中環就貴了 中環如果你幫他 他跟你表上托底 弄到一個藝術架 就可以幾千元 但我覺得沒必要 但看看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又看看你自己的家裡 那個廳堂就需要用什麼標準 去掛上去 封劍尤人 就不可以掛房 掛起廳堂的多眼處 最重要是哪裡呢 你傷害時掛起了 最正宗 最正宗 你找你自己每一個月 農曆生日那一天 就放少許米在我手上 然後我心就默念 說我希望整個宇宙的生命 都不要缺乏資源 這樣就灑到心經上 如果你懂得念那個心經心咒的 那你灑的時候就念一念那個心咒 接著就灑上所有你手上的米 是變成了無數的食物 無數的資源 去給那些需要的生命 因為每一種生命 它需要的資源都不同 它所需要的資源都不同 譬如你沒有水就死了 所以就要有一個好的空間 還有一些好的資源 給它們用這個心去灑好米 所以灑一次就可以了 這個動作等於俗稱古代的人 大家聽過我們幫佛像開綱 幫什麼開綱 店舖生意開 請過和尚 道士都來開綱 日本人就很相信這件事 叫做開綱 所以那個佛經就開綱 但是這個開綱是不對的 其實是不對的 用一個字眼 那佛和聖人沒有綱 要靠你給綱 我們凡夫嘛 周身屎尿啦 一劏開肚子 燕檳爛臭啦 你有什麼資格和佛開綱 有什麼資格和聖人開綱 但是心念很重要 我們就不當是開綱 當是你有一個心願 那這個心願呢 就等於是個人都有的念力了 就是這個願望的力 放在這個心經那裏 那就和心經那個意境呢 就起相應 起相應 大家收的心經呢 曾經我本人呢 是用我全城的方法呢 是祝福過的 祝福過的 就是我有這個願望在這裏 就是如果有人收到我這張心經 有依法而行的話呢 就會增強他的智慧 增強他的福氣 只要他做的事情正確的話 正行很重要 正確的話 就不會說我保佑你 打劫成功啊 這個全部錯了 就是有我個人的願望在這裏 好啦 那你灑完之後 那是不是一次這樣就斷了呢 我說你了個月喜歡的 那你可以灑一次的 好啦 但是你說 如果再想加強版些 那收了心經的人呢 如果經濟許可 環境許可 那就參加我那個大四超台 Picture那個大四超收費台 那我那個台呢 就每個月呢 有兩個時辰呢 就減給人用的 就是每一個月 一定有兩天的了 有兩個時辰給人用的 一個呢 就是加強自己的貴隱力 人生如果沒有貴隱呢 就可能上的 那有一個時辰呢 就幫你減輕你在人生路上 少一些小人出現 因為如果不然你做事呢 有些小人破壞你都不行啊 那些小人破壞你很大 我那個時辰呢 是被人捧毀的 那你富不富貴呢 就看看你自己的收為 那這個就是我心經的用途 但那個大四超台呢 值得初入 好像說二十元美金 有很多資訊 有很多時事的資訊 有很多生活常識 那就當是一個社會教育 因為現在世間 家庭教育呢不夠 父母個個都要賺錢了 學校教育呢又不夠 如果學校教育夠的話呢 那些人就不用這麼奔波禄禄 由小學中學大學 沒有教你認識自己的身體 心靈的結構 更加沒有教你怎麼去管理財富 也都沒有教你怎麼去發達 沒有的 你回去大學問阿sir 怎麼發達 阿sir他自然未發達 未富貴 怎麼教你呢 如果你看過幾本 那些經濟理論書 那些全部都是主場談兵的東西 特別在現在這個世道 千變萬化 是不是 整個計劃拿出來 人民幣國際化怎樣了 誰不知人民幣國際化 就被人利用了一些漏洞 輸到混蛋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有正確的知識 正確知識很奢侈的 人生不是那麼容易 遇到正確知識 人類最奢侈 就說你有能力找到正確知識 因為現在世界很多知識不正確 才出現這麼多矛盾 每個堅持幾件 我那個主義理想也對的 我打個民主招牌也對的 那就死了 他不得正確 很多遭敗 特別一個進行的過程 很多你想不到的意外出現 等於現在蹲在監房那四十七次 我們有大律師給了個意見 就行了 搞什麼搞密都跟依法而行 現在依法就進了監房 挺悲哀的 你普通人遇到這些專家 大律師、醫生、專業人士 你只能夠信他 那就撲了街 原來他是不完整的 有些是表面正確 但發展下去不是那回事 那普京就說正確了 現在就著草了 好 那我們回回正題 現在我講話的 這個時節點打 根據最新的資料新聞 普京他們都算厲害 但白俄羅斯也是厲害 出來做中間人 應該慶服了普京 就撤銷了華格勒 古龍兵集團的頭頭 撤銷 刑事追殺 有可能被半邊的軍頭去白俄羅斯 其他的僱傭兵就不再追購了 普京留在那裡 但是看資料 普京應該離開了莫斯風 有可能去了聖靈格勒 即是聖比德堡 但那些集團軍 就打到莫斯科南部 差不多200公里左右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走入莫斯科 他們幾有志謀 那些叛軍 這些僱傭兵 不開槍 只是暴躁前進 不干擾民間 等於以前我們解放軍 解放中國的時候 三大紀律八大主義 那些革殺物量 如果那些士兵 就去努力監人 干擾民間 他們用這樣的情況 變成可以長驅直進 和斯政批軍都沒有擋 所以很快 這個現象看到 就在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普京擺不平的話 你有什麼核彈都沒有用 難道你自己莫斯科本土針核彈 看到一個很突變的局面 如果他擺不平 發展下去又怎麼樣 現在他就說 要找車臣駐軍進來莫斯科 就和這些僱傭兵對抗 但他有沒有想過 如果車臣乘機再擺擺尾 又反過來 那俄司真的會再解體了 俄司再解體了 因為有些政規軍的宗將 昨天看資料 是出來宣佈了 是支持僱傭兵團的 我們看的跡象 這幫僱傭兵團 一定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 最少都得到烏克蘭的支持 烏克蘭就把他們用的蘇式武器 送給他們 你要吃飯 要武器 等於他們還有這麼多充肅的資源 去殺人莫斯科 但普京都挺狼狼的 但我貼了一個鐵文 就說在普京 一拋棄妻子 一貼那些富豪 俄羅斯富豪 就玩邪法日宅遊戲 他一定不需要收尾 他可以玩女人 但不需要公開化 又沒有必要公開化 有很多人幫你付錢 給多一點 就不需要和老婆離婚 生群結隊 窮車極始 買遊艇也有十幾億 所以普京最後都是貧富 去到這些時空 就不是那麼多普通人擋得到的 還有一件很誇張 看新聞 剛剛 普京給了電話 克斯坦的總統 希望他幫忙 沙斯坦總統又很幽默 他說 喂 這個是你們的內政 我不可以幫我 你說是不是幽默 這些事例 希望我們有些國家的領導人都看到 去到某個時間 你天天說 你們不要干涉內政 你去求人的時候 人家說 這些是你們的內政 很諷刺 非常諷刺 但局勢很吊詭的 如果普京出現了這個事情 就算他擺平了之後 他整個俄羅斯的政治局面 特別他個人 明天更加不用再選總統 普京 我相信他都被頭痛 如果俄羅斯當堂借了 或者委曲求全 對我們的祖國有什麼影響呢 影響就大了 他冒了俄羅斯的領腰 如果你冒了俄羅斯的領腰 我們中共國 所有的戰狼外交 戰狼的風氣 是否繼續扮戰狼呢 是否繼續去打那個 打那個呢 這個就是有待那些有色之士 他自己去賠償 你都要中外的命運共同體 怎知道你那一半突然間 他那對鴨仔突然間 舌氣借了 所以有些跡象的 所以他那隻鴨仔 來香港那對鴨仔 有一隻突然間 變成了一匹屎 它黃色 在那個天氣蒙龍那裡 那隻鴨仔一匹東西 放在海面就整個屎屎放在那裡 那現在就顯露了出來 在俄羅斯這個局面 原本中俄一堆東西 跟著一隻東西 一坨東西跪下了 我希望我們 習近平大帝睡得安樂些 這個世界不是你玩完的 有很多天機 好繼續強調 我們國家一定要用與和為貴四個字發展 如果你不是用與和為貴四個字發展的話 我就走開的 我本人 讓你那些人自己慢慢玩過去 有什麼辦法 有些和你都不和的 是不是 我們唯有離開 我們沒有能力幫到你 你要搞戰狼的 你們自己慢慢搞 小弟就離開香港 我在月中就會離開香港 去游山換水 一輩子做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 很多明星都還沒去到 趁現在自己四十堆 用精神爽利 就順便走走走 對不對 很感謝台友的支持 和信任 但補充一句 你們所請的心經 擺下的錢 全數 將會幫大家做了在世界上 一些好的社會工作 不只是你的錢 我個人會加上去做 大家遲些會看到一些資訊 我們已經開始恢復 就會籌備一些好的百科傳書 送到中國內地的農村 給小學生自小就認識到正確知識 那一套叫做兒童百科傳書 我個人比較保守一點 這個是我的缺點 如果我不保守 我相信我今天的身家 會多了十倍八倍 但當然有可能會走路 世間沒有絕對 我經常都說我們國家需要發展 這個絕對沒有人反對 但發展有基礎 基礎來自於我們中國同胞的學問 中國同胞的知識 中國同胞的行為 是正確的 如果你不正確 就很難有偏助人助 所以二十多三十年 上兒童百科傳書下鄉 如果你沒有那個知識 你用口說研究科技研究什麼研究物 如果你沒有那個知識 你找到錢回來又不會處理 跟著窮車結尺都死了 剛剛說 再宣布一件小事 暫時口頭上拍了板 在7月3日 在7月3日 將會在生成電台有一個節目 我是由那個精算扶輪社贊助的 叫做好人好事 將我過去一生人遇到的好人好事 提供給大家分享 另外那個直播節目是由每逢星期一五 晚上九至十 在新城電台直播的 是封煙節目來的 大家台友可以捧場聽一下 跟著有些問題 直接就打電話上去電台 我就現場立刻答大家的答案 盡量用我的經驗 知識去給大家一個答案 希望問一些實際的事情 不要浪費時間 7月3日開始 星期一 我暫時做四拍 希望大家到時留心 在新城電台 晚上九點至十點 好 今天就這樣 一樣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